好的,我们再来关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消息 昨天呢,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炬进行了火种采集、汇集和火炬传递活动 昨天上午,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种采集仪式 分别在北京和张家口八个采集点进行 每个地点的火种采集方式各不相同,各具特色 这里是北京市盲人学校 在这里采集的是北京冬残奥会的光明之火 盲笑的诗声通过演唱歌曲的方式 当歌声到达一定分贝的时候 音频声哑器就会触及点火器,点燃火种 奥运的激情转化成光明的火焰 这种方式也体现了盲人用听觉去感受世界 用音乐融入社会 昨天上午还在北京望京街道温馨家园采集互助之火 在中国盲文图书馆采集希望之火 在大运河曹运码头采集原流之火 在巴达岭古长城采集和平之火 在张家口创坝园区采集清洁之火 皇帝城采集文明之火 中午在天潭公园采集夏澳之火 每个火种采集后 在采集地进行不超过20磅的城市火种火炬传递 之后连同在残奥运动发源地 英国曼德维尔采集的火种共9处火种 在天潭共同汇集成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官方火种 并在天潭公园进行了以九天之火为主题的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炬传递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炬传递